那时候 几个法利塞人前来对耶稣说 你离开这里走吧 因为黑洛德要杀你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 看 我今天明天驱逐魔鬼 第三天就要圆壁 但是 今天明天及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屡次残杀先知 用死头击毙那些奉命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 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如母鸡 聚集自己的小鸡 在他刺意下 可是 你们偏不愿意 看吧 你们的家园 将成废墟 但我告诉你们 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因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众的时刻来到 你还要不曾经认我 你还要不乱的